好啊 那接下來 讓我們歡迎 就是推我坑當主持人的 另外一位講者 我們的Irvin 還要講WebMaker跟Mozilla Tumblr App 是這樣子嗎 好喔 恭喜囉 請你 忽然被推坑 好啦 有空就過來 來來來來來 今天 到底要分享什麼東西呢 好 先來個 怎樣 先 貓沛在這個時候都在爛掉 討厭 好 那 那 我這邊 先給大家看貼紙 我們最新的一份貼 最新的一份貼紙 我直接開那個就好了吧 開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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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什麼名字啊 就是可以照的那個程式 就是 photo boost photo boost 其實不用 其實這樣叫做 就是我們最新的一份貼紙 第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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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沒有畫面 我們有五張 幫我拿五張出來吧 就每一種都拿出來 然後 等一下大家在這邊的就先拿吧 就是 這一批還不錯 蠻好玩的 就是這一次要去的時候 就是為了要去而印的 這是一個討厭的保護牆 有五張 第一張 Fly Fox You Can 為什麼它是反的啊 Photoboo是反的喔 那什麼東西是正的 Facetime嗎 Facetime也是反的 QuickTime QuickTime Player QuickTime就是密技啊 就是你只要開那個 錄製 然後就會有了 對啊 這是 一樣是Make密技 QuickTime可以拿來錄那個iPhone的畫面 Fascier You Can Fly Fox is more customizable 這是第一張 第二張 Fly Fox Answers to its millions of users 第三張 Most Trusted Internet Company 我又忘記關那個了 難怪又暗暗的 第四張 Sousands of volunteers 然後第五張 Forget button 是Chief Aquila 那等一下大家回去的時候就先拿吧 這是什麼意思啊 希望柳子便宜的 Aquila 你喝了你就什麼都忘記了 忘記水啦 忘記水 好啦 這也是中文版 Foxier貼紙 這是上禮拜講的那個Foxier的那個活動 的 的東西 好 然後我要開 OK 我今天要介紹兩個都是Android App 所以說我要開Android 的一鏡鏡像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WaveMaker 先把我的Miracase開講 為什麼他又找不到了 K screen 呵呵為什麼開不起來 終於有 終於有畫面了 第一個要講的是左下有這個WaveMaker這個App 這個App 這個App就是WaveMaker最新的 最新的一個產品 那 他會替代掉 就是現在的AppMaker跟 就會 會把AppMaker拿掉然後換上這個東西 那他現在是就是Android App 對那他跟AppMaker一樣就是可以讓你做 做東西 那現在在Play Store上已經可以下了 有點慢 然後他現在很Beta 非常的Beta 像我要登入我自己的WaveMaker的帳號就登不進去 他進去之後就是這樣 這是別人做好的一個一個的東西 像是 Avengers好了 然後他做 他做出來的 他跟Avenger不一樣 他做出來的東西不像App 他做出來的東西像 比較像是一個一個的網頁串起來的 像這樣子 這是一個一個的網頁然後網頁之間可以有按鈕可以互相跳來跳就是一個一個的頁面然後可以跳來跳去 比較像這樣 我要怎麼縮小 我要縮小 我要縮小 然後 就你做出來之後第一個頁面會有一個就是會有 首頁嘛那首頁進去之後你就可以 加按鈕然後就會跳到第二頁第三頁第四頁這樣 就是 他會是像是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就是 新的WebMakerApp 然後 雖然他有分享跟Remix 但是他分享出來的網址現在不能在網站不能在網路上面開 就是只能在Android上面用 開起來之後然後用同樣的WebMakerApp開起來 就他其實 目前 分享出來的不是Web雖然有個網址 就雖然有一個獨立的網址但是他沒辦法用 Browser開起來 對那他們說之後會有不知道什麼時候 然後 他的界面他的Mac就 會像這樣 就是 進來之後其實就是一個空白的版面然後你就可以開始 你就可以加就是看你要幾個網頁啊 就加一個加一個 加一個 然後你就可以在網頁上面新增 新增 圖片文字 連結圖片文字這個按鈕 就是一個空白 然後就有 對啊照片文字畫按鈕然後就 就會就可以做成像剛剛那個樣子就是 一個連結一個連結一個連結的 網站 像可以新增一個連結 然後到第2頁去 到第2頁去 那總之反正呢大家就可以把它當作就是一個 很多 很多頁面串起來的 的網 網站設計程式 網站製作程式或者內容 內容程式就對了 這是新的WebMaker App 那 基本上 在 在他還沒辦法在網頁上面看之前 我是覺得我是 我是覺得就是沒有什麼必要去推他 因為他目前就走Android App 然後他的所有內容都在Android上面看 然後也只能用Android來編 所以說就是很 沒有意思就對了 對 那他會 暫時就是這樣子 大家可以在Play Store上面下下來試試看 直接找WebMaker 好這是新的WebMaker App 那 因為要介紹他所以我就順便 就是因為 因為要拿 就要介紹Android 所以說就順便介紹這個Stumbler 如果大家還不知道的話 就是還沒有用過的話 明膠下下來裝起來 他已經很久了就是已經 超過一年了吧 有寫什麼時候開始了嗎 沒有寫他已經一年了 已經超過一年這個專案 那這專案是做什麼的呢 他其實開起來之後 就會定位然後接下來就會開始 錄 錄製周遭的 Wi-Fi基地台 然後可以看上面這邊 上面這四個數字 上面這四個圖示 第一個是就是 目前 天上有多少顆衛星 然後他介紹 多少個衛星 因為他要做GPS定位 然後第二個是 呃 這支手機收接收到的手機機率台有幾顆 那現在是零 因為我沒有插SIM卡 不過他應該也要能夠收 就是沒有插SIM卡 就應該要能收 有一個 那第三個是Wi-Fi 就是如果GPS定位到之後就會開始 就是 收集附近的Wi-Fi訊號 那就會告訴你說 就是這附近有幾顆Wi-Fi訊號 然後 第四個是位 就是 總共過了幾個台喔 那沒關係不用管他 那他的用處是什麼 像 我現在在 我現在在這個點 然後他根據 就是Modita現在要建立一個 就是Wi-Fi跟 GPS坐標的資料庫 對 那 其實已經年了 那我們這邊看到的地圖上面的每一個藍點都是 有Wi-Fi訊號 的地方 所以說像我這支手機他現在沒有連接 沒有 沒有連接到 GPS上 沒有找到GPS的位置 但是他還是可以 根據 呃 根據附近的Wi-Fi訊號 然後對照目前現有的資料庫就可以知道說就是這支手機大概的位置在哪裡 那 這個資料庫就可以讓桌面的FlyFast跟FlyFastOS等手機來用 那Modita要建立這個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在 目前 Google那邊也有一份 那應該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份資料庫 那 但是他沒有開放 所以說就是Modita想要建立開放資料庫就對了 所以說就是 總之呢大家就把他裝起來把ModitaStumpler 然後他只有Android版然後裝起來之後 就是一直開著他就一直 就會一直定位然後一直去記錄 然後一直 一到有網路的地方他就會上傳 就會上傳 就是你總共去過哪些你總共經過哪個路徑然後 上這個路徑上面有多少Wi-Fi訊號 有 什麼Wi-Fi訊號 對 那 他還有一個就是呃 哎 排行榜呢 他有一個排行榜就是會 告訴你說就是 所有用這個App的人 就是收集到了多少Wi-Fi訊號然後 然後你排第幾 開不起來 現在網路有點遜了開不太起來 然後在排行榜上面現在看到的 就是除了我以外 還有Orings啊 然後還有一些還有一些人 就是 有掛ModitaView的話 對 反正總是就是還有一個排行榜 然後 他其實還有按照 就是還有 每個國家的統計表 上次有看到 找一下 他為什麼會站在最上面 呃 叫這個 他的這個程式的原始法在這邊 ModStumble 然後他的Modita裡面的中央叫做ModitaLocationService 然後 網站上可以看到就是目前的整個他整個服務所涵蓋的涵蓋範圍 那台灣其實還不錯就是 蠻完整的我們已經 就是台灣其實已經推了蠻久的那 我覺得全世界上 上面算是蠻完整的啦 雖然他沒有算出就是整個總共的 完成率是多少 對啊 那個他目前有訊號的涵蓋範圍 藍色點是有訊號的部分 台北已經就是整個城市都大概就都掛完了 對啊 然後其他幾個城市 就是 就是 我們的五都 都還不錯 那出了五都之後其他小地方就都 很需要就是更多人來做啊 好 好那 國家的 國家的Leadership在哪有一個 就是 光台灣區的統計 好旁邊去 哦對這邊有就是 整個資料庫裡面 收集到的 sale network 可是手機訊號資料庫 手機 行動電話基地台的數目 對已經有這麼多了 105 7000 0 然後這是 整個 資料庫裡面收到的Wi-Fi Wi-Fi 機體的位置 Wi-Fi 分享器的位置 的 總數 超過300個Million 然後可以看台灣那邊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就是 這個台灣這個region 這個region統計是新的然後 之前 之前台灣就很悲慘的就是又 又被留了ISO3166那個 Provincial China 修掉了 台灣目前GSN的 手機的那基地台1萬格然後 然後 他還把他分開來了 3G跟LTE的 啊 因為G&G就是2G的啊 2G的都拆得差不多了吧 對啊 LTE已經有3G的四分之一了還不錯 然後CDNN真的超少 亞太的機器才總共只有67顆喔 不會啊因為你裝 對啊用亞太手機裝Stump的人應該很少 因為我手機也收不到亞太的訊號 對 那應該是原因 那個不見了 Wi-Fi的那個訊號不見 這是Wi-Fi的那個統計不見 只有Sale的統計 好吧總之就是這個東西 Modal Location Service 那 有Android的人都多來幫忙裝 那裝起來就是建個資料庫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是Wi-Maker App 1 Wi-Maker App 直接在應該直接到那個 直接到Play Store上面抓就好了 這個Wi-Maker Beta Maker 那一樣就是裝起來然後試試看 他現在很Buggy 沒有辦法在電喔 沒有辦法在 瀏覽器上面看內容之前 我不會推他 那但是就是還是可以試試看 好就這樣 今天就介紹這兩樣東西 然後貼紙等一下記得大家可以過來拿 拿貼紙 謝謝 謝謝Ervin精采的分享 感覺非常的順利 關於那個所有的網路地圖 Wi-Fi地圖 WebMaker 好喔 那麼真的很感謝今天大家 來觀賞 閃電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還滿飄手